第三个故事 移动互联网时代爆发的时候 跟今天到底有什么区别 像我呢比较幸福 我是赶上了互联网的爆发 赶上了计算机的普遍应用 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爆发 然后今天又赶上了AIGC的爆发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然后呢我们要追寻一下 或者追忆一下那个神奇的年代 2009年啊 我印象里很深刻 因为2007年是iPhone发布 2008年是安卓发布 2008年的9月份叫G1 是HTC做的安卓的第一款手机 正式上市 大家慢慢能够买到这些手机的时候 大概是2009年 我是2009年加入了盛大创新院 在那个时候呢就迎接了 或者非常非常这个被这个浪头 直接拍在脸上 迎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当时整个社会是疯狂的 就像现在大家在迎接AIGC一样 整个社会都是疯的 四处都是小广告 移动开发培训班 对吧 我来教你做安卓开编程 我来教你做这个IOS编程 对吧 四处都是培训班 跟现在满街都是咒语吟唱工程师 培训班是一样的 我来教你怎么写提示词 跟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像 我当时在盛大网络 盛大网络呢 有一个计划是要求全员学习 移动开发 就是每一个人学 当然是自愿的 谁学会了 谁加薪水 然后但是当时我应该比较忙 就没有去学这个东西 如果学会了 然后参加一个考核 是可以加薪水的 当时就很多大公司都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全员必须要学这个东西 你只要说我报名去学习 移动编程了 学会了 然后通过考核就加薪水 然后给你掉岗 掉到一个寸 这个移动开发的一个岗位上去 当时呢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心态是什么 叫这个身怀利器 杀心自弃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干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到底要干点什么呢 对吧 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 非常奇葩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同时也是叫拔刀四顾心茫然的状态 就是我到底该干点啥呢 我有这么大的大杀器了 我到底拿它杀点啥呢 虽然无所不能 但我又不知道该干嘛 就当时的状态跟现在很多人的状态 其实非常像 有AIGC了 有这样的工具了 我可以七着咔嚓就可以生成图片了 我就这个可以写出小文章来了 对吧 甚至我现在还可以写出一个很准确的英文文章来 我只要告诉你那个ChinaGPT 给我写一篇英文的什么什么文章 就写出来 虽然我自己读不懂 可能看不出好坏了 但是他也给我写出来 德文 对吧 一个字都看不懂 他也可以给我写出来 那么我已经什么都能干了 但我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事其实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非常非常像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当时大家在干嘛 比如早期移动互联网上有些什么应用 我刚才看有人在说啊 说有这个打火机的应用啊 大家可以玩一天 是啊 有很多这种小应用 大家都可以玩很长时间 但是呢 我们就要想哪些是小应用 是昙花一现 哪些是值得进行这种长久投入的 这个我们今天是需要通过分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爆发的时候 大家都在干什么 都做了什么事 最后谁剩下了 谁没剩下 或者说转行了 来去看看我们 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么早期应用是什么 早期应用的第一批应用 其实是干嘛的 叫弥补系统的不足 因为安卓系统和iOS系统 早期其实是比较烂的 很多的比如像内存清理 杀进程 包括像这个换字体 这个都属于叫早期的 就是弥补系统不足 这个系统做的不够好啊 我要调整一下 包括这叫launcher 就是这种桌面 我都是要系统做的不好看 我给你替换一下 让它变得更好用一点 包括让你省电 系统做的不好 我来帮你这个去稍微的修补修补 需要打补丁 这个呢 现在其实正是需要的时候 xlgbt madjourney 还有什么 就是一大堆人去写 那个叫做提示词生成器 对吧 这就是赚头一道金的 跟这个当时弥补系统不足 干的活是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了 那个时候还有骗子 骗子是干嘛的呢 做这个wifi信号增强器 其实你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 在软件手段上 把你的wifi信号增强的 他只是画了一个动画 让你觉得看着这个动画的时候 你的wifi信号变强了 它是一种心理暗示 这个东西也会出来 就是在这个阶段就会两有不齐 甭管是真有用还是假有用 反正先拿出一个东西上你用着 这是早期 第一个是干这个 第二个是干嘛 第二个是做新功能的尝线 哪些是新功能呢 比如说二维码扫描了 对吧 手电筒了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应用 叫手电筒 你打开了以后 然后那个手机上面的那个灯就亮 对吧 就干这个事情 后来他们还做的更复杂 它可以亮 然后可以按SOS的那个模式码去亮 然后还可以一闪一闪的 还可以这个包括本来一个屏幕 整个变成各种颜色的 对吧 他们后来把那个手电筒的功能做的极其复杂 然后呢 做这个指南针 对吧 因为所有的手机里头都是有指南针的 所以他还给人做了一个指南针 对 WiFi万能钥匙 还不算第一批 已经到第二批了 对 这个都是当时做的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小功能尝试 然后呢 也做很多很有意思的小游戏 就是很多人会做游戏在里边玩 但是当时的游戏呢 还没有大家想明白 手游到底是什么 只是一帮人在里面 齐着看啥开座 我记得当时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游戏 一个呢 叫抽厕纸 抽厕纸什么意思 就我这个屏幕上有一卷纸 就是那个 这个厕所的这种卫生纸 然后呢 你需要通过不断的滑动这个屏幕 然后把这个厕纸抽干净 然后看谁滑的快 哎 这个叫抽厕纸 然后那个游戏出来以后 大家玩的可开心了 但是你到现在看 哎呀 抽厕纸 这是多垃圾的一个游戏 这么没意思 然后一帮人当时在那玩 玩的非常开心 然后另外一个 我印象里特别深刻的游戏 叫什么 叫摇可乐 哎 什么叫摇可乐呢 就是他那个屏幕上 有一罐可乐啊 就是那个一拉罐的可乐 然后你要拼命的摇那个手机 他通过这个动作传感器 去收集这个信息 然后看看你到底摇了多少馅 然后摇到多少次以后 就让那个可乐 砰开 就干这么个事情 哎 当时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哎 一个抽厕纸 一个摇可乐 抽厕纸是测试什么东西的 就是这种触控屏 对吧 这个触控屏到底好不好用 后来我发现怎么去用啊 就是这样擦 这样擦 就五个手指的就擦了五次 然后这个这个就可以快速的 把这个测试抽出来 然后摇可乐呢 是用的这个叫做这个陀螺仪 当然后来的游戏 其实并不怎么用这些东西 我们找到了更成熟的变现方式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会伴随很多这种叫做 一夜暴富的故事 有些人可能写了个应用 或者写了个什么东西 他可能还在公司上班 对吧 他在业余时间写了个应用 然后突然一夜就暴富了 哎 当时是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案例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是干这个事情 他写了个水族箱的程序吧 跟着iPad一起发布的 然后一把就有钱了 对吧 这个事情以前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呢 当时在这个手机上 就是各种迁移 对吧 第一个迁移过来的就是Flash播放器 因为这个Flash播放器 本身的质量实在太差 各种内存泄露 所以在苹果手机上 第一件事就把Flash封禁了 苹果手机是不可以使用Flash这个播放器的 不可以再玩Flash游戏 所以很多夜游是转不过去的 然后安卓手机呢 一开始是有 但是呢 知识都不是特别好 后来呢 就开始有这个 也开始封禁这个东西 因为你如果让他在你的手机上放Flash的话 这个内存一会就光了 然后你的电池就会很热很热的 这个事是没法整的 但是就有人专门去做这个东西 就是我把这个 做一个定制版的Flash播放器 然后在手机上还可以效果很好 可以跑一些夜游 然后呢 另外一个迁移故事是什么 就是做手机浏览器 为什么呢 网站当时都是给PC设计的 所以PC设计的 它就是宽的 是宽屏幕的 比如4比3 16比9 都是按这个规格设计的网站 那你到了这个手机上 这个屏幕虽然分辨率很高 但还是小了嘛 变成树的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个手机浏览器要干的事情 就是把原来的网站啊 内容都抓出来 然后进行重排 把它排成树着的 对吧 就当时的像什么UC浏览器啊 都是在干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手机浏览器的故事 很多的公司上来说 甭管我要干嘛 我现在有个APP 对吧 原来公司必须要有个.com的网站 现在我这个公司 我必须要有个APP 要把原来的业务搬上去 甭管好使不好使 我才要搬上去 这个就是早期 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干的活啊 弥补系统不足 新功能尝鲜 趣味小游戏 然后呢 各种迁移 当然也有一夜暴富 这就是一开始的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干的事情是什么 每天坐在屋子里头脑风暴啊 说这个事儿 可以能干这个吗 那个事儿可以干什么事 对吧 大家在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思考的是什么啊 你看我们有GPS了 每个人都有GPS了 能干嘛 然后呢 每个人都有这个照相机了 能干嘛 每个人都有运动传感器了 都有这些东西能干嘛 对吧 我们每天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到底有哪些啊 不一样的这个商业模式 可以被创造出来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什么SNS啊 就是这种Social Network Social Network Service 对吧 就是社交网络服务啊 这个移动支付啊 对吧 当时其实还没有移动支付 我们还没想到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上进行支付 这件事情 甚至可以扫个二维码 就可以支付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NFC 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有有什么机会 啊 GPS我到底干嘛 GPS最早的应用 就是地图和导航 那除了地图和导航 能干嘛是 然后当时我记得 还发明了一个单词 叫LBS 叫Location Based Service 就是以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 现在大家都不叫这个名字了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LBS 最后留存下来了 最有名的是什么 最有名的其实是滴滴 滴滴和Uber 这个是最有名的LBS应用 就是我是基于地理位置的 当时我记得 做的这个LBS应用 是一个这种迁到的一个游戏 就是你走一个地方 我去迁到 然后谁先迁到了 谁就是那里的市长啊 要去抢市长 当时在干这个 四处迁到 四处抢市长 然后看谁迁到了 谁在这个地方贴了小纸条了 对吧 下一个人举着手机 当时去找 找完了以后 看看到底在说什么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事玩不下去啊 就LBS最后 真正有用的一个是这个滴滴摩拜 另外一个东西是谁啊 美团啊 美团和这个大众点评 都属于基于地理位置的这个服务 所以后来在国内呢 还有一个词叫O2O 叫Online to Offline 或者是Offline to Onlin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词 其实都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 就当时我们每天坐在那儿啊 拍脑袋说我们啊 应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怎么做 当时我想的一个点就是 不但知道那个你在哪儿 我还知道你要去哪儿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坐打车 这是当时我想啊 但是这种事情属于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这个就是事情都过去了 对吧 在头脑风暴的时候 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点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滴滴和这个快递 包括Uber 最后真正推动 他前进的其实是移动支付 而不是居地理位置 对吧 因为我当时从北京到上海 北京打车就必须上街上打去 上海的都要电调 就是他们在呃 09年的时候上海打车 就是直接给给这个打电话 然后叫出租车过来 然后这个东西 其实跟后来的滴滴 就已经有些像了 你打个电话 跟他描述说 我在什么地方 要去哪儿哪儿 那就已经比较像了 然后呢 运动传感器 然后当时我们也在想 啊运动传感器能干嘛呢 能寄步器 包括加GPS 还可以呃 做什么呢 这个运动传感器 有一个很特殊的应用 叫skywalker 叫天空行者 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 他干嘛使呢 就是你站在街上 然后举起手机来 或者站在户外 你举起手机来 然后可以瞄准那颗星星 他就告诉你 这颗星星叫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工作的 就是他通过GPS 通过时间来确定 你在什么地方 现在是几点 当你举起手机的时候 因为手机是有这个 陀螺仪 有这个赛捕捉器的嘛 他知道角度 所以他就知道说 我现在正对着这颗星星 应该是步行 应该是土星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后来这个应用 并没有发展壮大 他还活着 但是没有发展壮大 因为大家没有找到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再往后 比如说相机的应用 大家也去想 哎呀有相机了 我们到底拿他干点啥呢 对吧 这个而且你有相机了 你不光有相机 你还有GPS 还有指南针 还有动作传感器 你到底能拿他干点什么 我就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 他们是 当你举起相机要拍照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调整参数 白平衡 以及这个滤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你这的天气是什么啊 我只要查一下你的GPS 然后查一下时间 我就知道你这个地方当前是阴天是晴天还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就可以自动的把相机参数设好 然后让你拍出漂亮的照片来 对吧 这个事都可以干 当然后来这个应用最后也死了 因为大家发现并不需要还原 我们需要的是表达 需要的是更夸张的表达 所以Instagram这种滤镜火了 通过GPS 通过天气预报 通过指南针 通过这个什么动作传感器 然后我知道你是朝着阳光还是背着阳光 我去自动给你设置参数这种 这个就是一看就是叫什么 专业摄影师 对吧 想出来这种功能 最后其实是没用的 他是做不 就是第一用的人太少 第二这个会用这种功能的人 人家这个也都很熟悉啊 不需要搞这个事情 后来就是靠Instagram 靠这些东西就搞起来了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应用是什么 叫非真实渲染啊 这个有一个应用叫PRISMA PRISMA 他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MATCH有点像 就是你给他一张照片说 请按照这梵高向日葵的风格 再给我渲染一遍 或者你照一张照片说 给我改成这个日本服饰会风格 现在这些应用还在 他们呢就是玩的人已经很少了 为什么他很贵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钱 就是去订阅他才让你用 刚才我还装了一下试试 你想想用的话 就需要一年可能交几百块钱 但是呢 他又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能性 像看吧这种这种我比如说 每天画封面我得用的 我还愿意去付费 这种就是我临时来玩一下的东西 你要让我付费呢 肯定大家就不乐意了 这个是当时相机的应用 然后包括各种社区 内容社区 然后兴趣社区 当时也在思考说 大家举着手机出来玩了 怎么弄 再往后就是游戏 大家开始说社交游戏 是不是手机的方向 后来发现社交游戏不是手机的方向 手游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品类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当时我记得是 我跟我当时的一个同事坐飞机 从北京飞到旧金山 飞机上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 就手机游戏会变成什么 那个同事就打着宝票 说手机游戏就是端游 就是夜游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 是完全的倒退 大家都不愿意带上它付费 然后因为用户体验很差 但手游就是一个新的端游 当时他是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但其实他这个结论是错的 手游比端游要狠得多 比端游变现要强得多 手游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最挣钱的游戏 然后跟我说这个话 当时我这位同事是谁呢 这个人叫陈瑞 现在是B站的老大 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在思考问题 都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当我们回过头来说 移动互联网让我们激动 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让我们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到底什么是移动互联网 手机上网算移动互联网吗 屏幕变小了算移动互联网吗 有了摄像头 有了运动传感器 有了指南针 这个都可以戴在身上 自处乱跑算移动互联网吗 移动支付是移动互联网吗 移动互联网真正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为了移动互联网 这件事情感到激动 感到兴奋 对吧 那么多人睡不着觉 说我们到底能他干什么 到底什么是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2007年就是在iPhone发明之前 全世界上网的人大概是13.5亿 但是这13.5亿是什么意思 是这辈子可能上过网的人就都算了 不是说日活月活 不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这辈子你只要摸过计算机 上过互联网就算 就是13.5亿 但这13.5亿里头呢 中国有2.12亿 美国有2.24亿 占美国人口大概73.8% 13.5亿是占当时的全球 大概当时是60亿人口吧 可能是占着五分之一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水平 现在咱们不说这个能上网的人有多少 全世界有68亿只手机正在工作 这个是真正的变化 我从这个13.5亿个可以上网的人 到现在发展到了68亿只智能手机正在工作 这是什么样的变化 就真正让大家感到兴奋的是这个 用户数爆炸了 这比用户数爆炸更大的东西是什么 在移动互联网里头叫时长 每个人每天使用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每一天在互联网上消耗7个小时 在原来2007年之前 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每天在网上消耗的时间 可能也就是几分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多少消费 有多少交易 有多少次广告点击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现在每个人每天在互联网上待7个小时 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在里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产生什么样的交易 产生什么样的广告的点击 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真正的移动互联网让人感到兴奋的东西是这个 是用户的数量和用户的时长 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辉煌是什么 第一个是两大平台 一个谷歌 一苹果 一个安卓 一个iPhone 对吧 然后另外社交 虽然Facebook和Twitter都比iPhone发布的早 但是在没有iPhone之前Facebook跟Twitter其实用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普及 有手机有iPhone以后 这个东西才直接普及起来 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 Twitter 包括后来咱们国内的TikTok 抖音和腾讯 就是QQ微信这些东西 QQ是互联网时代的 微信才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是移动互联网的辉煌 然后游戏 就是真正的手游 咱们不说其他任何的 Console Game 主机游戏 或者网页游戏都不算 就算手游 腾讯 网易 动视暴雪 你说动视暴雪不是出这个主机游戏的吗 动视暴雪里头最挣钱的一个游戏 用户量最高的一个游戏 叫Candy Crash 那是个手游 好吧 然后任天堂 用户量最大的游戏是 捧小精灵在手机上那个版本 然后有大量的工具 清理拍照 健身的工具 对吧 当然在这块出大的公司不多 也出了一些独角兽 像我以前做的猎豹移动 就是做清理工具的 当然也做一些拍照工具 然后还有大量的内容平台 进来了 阅读平台 包括音乐平台 Spotify 然后国内什么QQ音乐 网易云音乐 然后还有其他的像网飞 亚马逊 迪士尼 虽然网飞不光是移动端 对吧 他也有电视端 也有网页端 什么都有 但是移动端 绝对是他们巨大的组成部分 然后电商 虽然说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也有电商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电商 跟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面亚马逊 淘宝 京东 拼多多 对吧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 像拼多多 在国内 网站上是不允许买东西的 只允许在手机上买 这都是移动互联网 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当然还有像美团这种 只有在手机上才好使的东西 开旅服务以前也有 但是当我们有了移动互联网以后 它也是发生了完全天差地赋的变化 像什么协程 booking 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完全没法做的 无法想象的东西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出来了 像刚才我们讲的Uber Airbnb 然后再加上移动支付 还有移动办公 Slack 这个Zoom 丁丁 这些东西实际上你虽然说它有网站 但是大家实际上大部分是在手机上用的 那么现在我们又站在了 又站在了命运的面前 那么移动互联网爆发的是用户和时长 让我们来想一想 AIGC爆发的是什么 我们能再变出五倍十倍的用户来吗 不能了 这个事变不出来了 对吧 我们能够再变出五倍十倍 或者一百倍的这个时长 也变不出来了 一个人一天就24小时 看八个小时的网 七个小时的网已经到头了 再往上就属于病态了 对吧 这个事情都已经不会有再发生什么变化了 那我们到底能够变什么 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疯狂 这么激动 能够变出来的下一样东西 叫爆炸的内容 就是内容会发生大爆炸 以前我们生产内容是很痛苦很难的 但是现在会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看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这一次爆发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又该开始进行头脑风暴了 然后又回到那个状态 心怀利器 去杀心自弃 对吧 又到这 然后又是拔刀四顾心盲人 我到底该看谁呢 对吧 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最近的状态就是四处出去 这个找人聊天 包括我上面跟大学老师聊完天 然后我录了一期直播 对吧 今天上一个故事讲的这个 就是会有很多的 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故事 跟大家讲 所以我就不会再去读很多文章 来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会更多的去讲一些 我跟别人去做头脑风暴 去做碰撞 去做一些这种沟通 然后在这个过程 我可能会把它录成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了 这个头脑风暴了以后的 这种创业方向 或者说我们这些东西 不靠谱了 我会录条视频 放在公众频道里 这个有些可能靠谱 或者人家真要去干活了 我可能也会录条视频 但我就会放在收费频道里 这个看到的这个 就是传播的范围会稍微小一点 像前两天 你们看到的这个 在加拿大北极建这个AI机房的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当时讨论了以后 觉得这事可能不太靠谱 但是呢 又是一个很有趣 很激动人心的想法 我就把它讲出来 当然了 这个其实我们以现在的状态 来判断哪件事靠谱 哪件事不靠谱 并不现实 有可能说 我觉得不靠谱的事情 他最后真有人干了 或者我觉得靠谱的事情 最后谁也没干出来 这个事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说 我是有些人说 我真的要干这个活 要去创业 你不要出去瞎说 那我就把它录个视频 放在付费会员的频道里头 我现在有一百个会员 还可以出来吹一下牛 如果有人说 我现在也想有点事情 要做一做了 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有很多的 咒语吟唱工程师的培训班 已经开始开下来了 但是这个东西开不长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拆了GPT 现在真的是以天为单位 在每天在进化 每天在变化 这个东西 你今天去能使的方式 以后未必能使 以前有一种语言 叫搜索语言 就是我们在搜索框里 写加号减号 然后写什么括号 写这些东西 然后进行逻辑判断的 那这些东西 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人 在用这个玩了 那么现在的咒语吟唱工程师的 这种培训班 其实培训出来的东西也是这样 对吧 他都告诉你说 我给XGPT写提示词 应该怎么写 先介绍背景 然后说你要什么 然后再说我要带哪些东西 然后再来个什么 他告诉你 必须要按这个格式 去跟XGPT沟通 以后可能不需要 我们可能可以用 更口语化的方式 跟XGPT沟通 然后他更懂我 然后更能够输出 我想要的内容来 可能就是这样了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 写各种各样的小插件 什么外部插件 或者其他插件 这个但是都是赚快钱的 就跟我们刚才讲那些 做什么抽策纸 和咬可乐的那些人是一样的 这些人最后是胜不下来的 因为大厂会把这些缝隙填补上 当然你说 我现在挣一笔快钱行不行 也行 这个没问题 或者一些特定方向的一些小工具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了 最后能够爆发的项目是什么 根据互联网 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的经验来看 第一个是已经上线的某些产品 可能因为内容量急剧爆炸了以后 它会产生爆发 比如像抖音 像instagram 可能这些就本来就是内容产品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叫内容爆炸 它有可能就会直接迎来爆发 它就会变成一个 比如说我再做一条抖音 我整个的成本就会急剧下降 我就可以做出更好的 可以传达我的精神 可以表达我意愿的内容来 然后这些内容可以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人 然后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觉得感动 对吧 这个事情可能一些原来的产品就会爆发 然后现在新冒出来的项目的大概率都会死掉 就不会剩下什么东西 真正大批的创业应该还在路上 大家还是说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当然了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拨人很惨 这拨人是谁呢 就是当时的微软 对吧 说我要去做webOS 对吧 甚至他去收购诺基亚 还有当时的这个帕姆系统 对吧 这些东西其实他们是很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这个大的格局定了 比如说就是谷歌和苹果以后 就不要再想着说 我是不是再去做第三方平台 再去怎么样 这个事是做不起来的 现在这次就是微软上来以后 谷歌我相信他可能还是能追得上的 比如说巴德发布出来 大家可能就开始针对这两个平台去训练了 再出来新的平台就没有人去玩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说哎我要再去训练一个新的大模型 省一省吧 其实的微软当时的这个惠普 当时的这些做webOS的人就是你前车之线 甚至还有像亚马逊的OS 对吧 fire phone fire pad 还是叫fire tab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前车之线 是做不出来的 整个这个市场能够容纳一到两个就够了 不会有更多了 所以就是不要去尝试再去训练新模型 就是人家已经强跑了非常远了 这个时候再去追是没有意义的 互联网时代实际上没有这么明显 大家可以充分的竞争 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app store 有一个东西叫google play 对吧 当大家需要在这个谷歌上去挣钱的时候 你会写一个应用到google play去 然后亚马逊说我也有一个市场上 请大家上网来提交项目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说我提交了项目有什么好处 你能让我挣到钱吗 能让我挣到更多的钱吗 这种问题是没法回答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再去做新平台再去做新内容 其实是没意义的 因为我把现有的平台用好 然后在现有的平台上成为里头跑的最快的那个人 或者在某一个领域里头成为跑的最快的那个人 才有可能能够出现不一样的这种大牛或者大的这个有趣的项目 这个是新的时代到来了 以史为鉴 这个以这个互联网移动发展到移动互联网这个历史 然后咱们来参考一下后边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东西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故事